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韩伟蒙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 我和大马sir都在追 我们很老实的 还没看完 但是一追再追,很久没有这种冲动 你看到这个繁花 事实上 相当地漂亮的成绩 当然漂亮的话 有些外媒就 这个老共 老共是什么? 他就说 这个是共产党的上海情结 以前他们说 上海是江主席的势力范围 所以习近平常在搞上海 他经常说 清零政策时 上海也有 比较严格的风控 他说 特地搞砸上海经济 其实会不会 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他会不会这么笨呢 真心说 原来从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 这个剧 《繁花》 亦有相当多的观众看 1月9日就是大结局 我们还没看到 亦带出了很多的热度和话题 当然 亦成就了一堆经济话题 背后 还隐藏着政治的话题 这是你穿作附会 对吗 又来隐藏 《繁花》究竟有多热闹呢 在大结局之前 1月8号、9号大结局 腾讯视频内的热度值已经破了31,000 开播期间 微博的热手超过1759个 相关话题的阅读 你听着是多少 91亿 亿 亿 说真的 才能做到 我今天看了一条视频 这个孙燕之 有人就说他过气歌手 他在 这个是 哔哩哔哩的 叫做跨年之夜 他唱过一刻 3.2亿人 之前疫情他没有一个免费的 线上演唱会 2.2亿人 其实想一想 他来自新加坡一个很小的国家 真心说 你看到这个数据也会吓唬 你新加坡有几百万人 当然他是实至名归 我觉得 这位新加坡的 当然他跟他妹妹的东西 他家事 不关我们的事 你想想哪里可以这样 还有很多人 为什么可以翻红 可能你说是资本操作 但是 你知道资本操作 你都能做到 有些人真的翻红了 是吧 原来 91亿 亦都是 连续 是登顶猫眼 以及 是 灯塔等等的榜单 大结局当晚 豆瓣 豆瓣的评分 8.3分 都挺OK的 其实同学 是很厉害的 有2点几分 2.8分 这个是 这个是 是否和他人真英国 那个是2.8分 我常骂这些出气 不好意思 另外 繁花相关的商标申请量 是有200个 这些数字之外 当然也成为了今天 很多人去打卡 这个是社会的一个热点 亦都令到附近的警察肯定带来一个经济效益的一波 就像剧中 圆形的餐厅 台胜源 现在一订就已经订到2月份了 另外剧中美食之一上海排骨年糕 创出 是日销售量的高峰 剧中和平饭店同款的72号的英国套房 这些商家很棒的 紧急的改名叫做英国繁花套房 一晚 一晚就人仔 17000元 但是 不好意思 是订到爆了 你有钱也订不到 对不起 在剧中好像都是 几千元 都是江市上海的价钱 他们常说中国经济很糟糕 其实我觉得总有高有低 而且有钱人总是有的 热成这样 一定是有原因的 跳出演艺人的各种八卦 和王家慧的铺牌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政治 其实你应该倒下来说 大家是不理政治 就是看王家慧的铺牌 和八卦 和那些演员 你倒下来说 你这么喜欢讲政治的话 好像台湾地区那些讲政治 应该很多人看 为什么只是你们那些人看 大家一个共性 其实这些好看的剧 对很多人来说 无论你哪里都追 对 《梵花》他改篇来自同名小说 又叫梵花 这是上海作家甘雨晴的成名之作 描述的是九十年代上海生意场上的故事 甘雨晴 曾经说过是因为看到一位 徐良的残韻 就有了将十里阳长故事写成小说的动机 他也说 书中所描绘的确实是 一个 方良苍白的时代 后来获奖无数 其中一个奖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 最具影响力小说 眼镜头 就是王家卫 还有一个人做得很好 我不得不佩服他 就是上海佬 范智毅 范大将军也做得好 这个范智毅 大家知道以前他在水晶宫踢过球 他有件事就是骂人 但是这次真的做得很好 其实这个人也挺有趣 他反而看到 这个人还可以 没想到 除了踢球之外还会演戏 因为球员跳到演员其实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说真的 当然 这个小说 现在 你知道很多人还没看过小说 我们说过很多次 我没看过 其实很多是剧 他倒过来追 等于有些是动画 后来 这个动画片 卡通片 你后来可能追回他 原来的这个是漫画 很多是这样 眼镜佬 王家卫 就将他编成他的首个电视剧 表现得令人搞不清楚 今天上海还是当年的民国 繁花当中上海 炮饭 一时成了 这个 是花样年华中 张曼玉的 这个是棋布 穿棋布真的很好看 民国风的女子 真的很少 人可以做到那种稳微 现在说真的 王家卫也说过 那部剧表面上是饮食男女 里面 是山河岁月 时代变迁 这个就好 当然了 原著的作者和改篇导演都提到时代 小说和电视剧 都重复提了一个 是关键词 是上海话的 Bushian 小说当中 不响 的统计 说了超过千次 电视剧当中的主角 亦都将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挂在嘴边 上海的笔响 本意就是不说忍耐 自行其事 比较精准的表现就是 哦 果然是 所的意思就是说 说到那么远 就是说 江泽民时代 门声发大财 但是上海人说的 不响 其实这个西媒的说法 当然引述 就是为了 日后成为 王者的大响 即是现在你不响 以后就大响 即是这样说 这是 一鸣惊人的意思 《梵花》这个剧 真正的不响而响 除了上海 至少还有三个原型人物 每个都是背着一段中国改革年代的公案 首先 一个就是 电视的繁花的关键人物 这个耶稣 有说他的原型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第一代庄家 这个林洛庚 之后他又开始说 他就被称为中国的 师母江湖第一高手 其实这些有没有根据 当然 如果你这样说 是无限说的 是吗 还有如果他说 这个是这么困扯习近平的 什么满声发大财 现在习近平就不忍 其实可能他真是 一个人出来 就算是 不同年代的 不同的取向都没问题 没问题 故事就说当年 林洛庚 在深交所 买 深发展股票 张开 两万股 然后 股价就暴涨五成 林先生就再把它 出售 股神 这个不是很正常 耶稣很厉害 在里面 这件事就被 称为有纪录以来 深户股市第一次坐仓 坐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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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后来 就是扮了私务基金的名字 叫做麒麟 电视的繁花当中 原来有个叫做神秘的麒麟会 就是这个 是不是呀 这些名字 当然 他现在就说 这个习近平就做不了 这么说 你们会不会 不同的时代 你怎么表 和名字有这么重复 你说 一些时代事件会不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 当然是会 是 是会吸引一点 你 和故事结合 不要太过生硬的结合在一起 电视剧繁花当中 最热闹的女生业人 最后捲入了大案仿照的是当年的蓝田案 这是中国股市最著名和被称为最丑恶的欺诈案之一 蓝田案的主角就是蓝田股粉董事长 这名叫卸任官员 1992年创立蓝田公司 2002年1月 他就因为涉嫌提供虚假的财政信息 被从北京 传到湖北接受调查 当然 这案件轰动一时 在繁花当中也成为了重要情节 这个不出奇 因为他时代 如果融入了一些当时时代的事件 其实是更加有共鸣 对于老上海来说更加是 第三个 亦都不需要多提 他就说这个多数人不敢提 就是当年的上海首富 这个很出名 周正毅 也都说他和 有些香港女性有断情 对吗 亦都说《繁花》里面 《男主角亚宝》的故事 说的是周正毅的故事 电视剧《繁花》 选演员 以及《案情》 这个牌的情节 都是在抄抄周正毅的一生 其实大陆都觉得没问题 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有问题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说是不是 这很好笑 周正毅曾经也是 上海首富 目前他就被 是香港廉政公署的通修 当然 究竟是怎样呢 希望 亦都是 其实 后来他当然是坐 周正毅在2020年9月20日 已经是营本出辱 亦都看到 周正毅仍然持有多个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都是由他亲信代理 这个也不出奇 真心说 真心说这个也不出奇 因为他始终坐牢 明星气差了 对不对 当然了 周正毅亦都在2021年 在上海 这个曼达瑞华酒店举办六十大哨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 一些人士都有去主持演会 其实他也是 商业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当然了 后来 也有些人就是遗了规 我觉得没问题 其实不是 是有些人遗规 遗规就是惩罚 是吧 遗规就是惩罚 所以 既然国家都说这部电视可以播 我就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是吧 如果 你们经常都说 很搞笑 你说习近平很敏感 最搞笑是屈他 说小雄为你这个公仔都没得卖 是有得卖 很好卖 这部电视是不让他播的 既然你说他和江斗得这么厉害 也不会让他播 当然他说当中的阿宝 跟周正毅一样 在上海 这些年龙的穷小子 变成了 是风 是风魔一时 亦都是 上海的风云人物在香港两个城市 都是大富豪 他最后的遭遇 现在 有很多不明白之处 这样说 当年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 就决定 查办周正毅 他们说 要令周正毅没有 立足之处 周正毅判了16年 2020年9月我们刚才说过 刑本出狱 第2年4月 在上海的60大寿 亦有一众名声 帮他道货 当然也有人说他 他一度传出他 被捕入狱 应该是没有 如果是的话 应该成为大新闻 是的 这些新闻那么大 谁能保存 所以他们就说 繁花 不响之响 因为这些故事原型 就代表中共的一个法家史 就说 在今天中共 在严苛的管治之下 为什么会是大热呢 其实这句话就是矛盾 严苛管治之下 如果像你这样 应该是不让他播 对吧 但是现在不是 要播 另外一种解释就是 中共领导人从来都有上海情结 你看 毛泽东、邓小平 都要到上海去找接班人 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光泽曼、朱镕基退休之后 亦都破例退居上海 之前培养的领导人都要上海滩 叫做浸下咸水 这样说 其实你说得这样 但是既然你说有这个情结 应该又是不让他播 因为习近平搞上海 为什么要让他播 其实这部电影很简单 最后也是一套 艺术作品 只不过 穿插了很多时代的大案 令大家有共鸣 觉得当年是这样 所以 令大家觉得这个好 好看 当然他们也说 这个大忌丸他又说 他跟这些外媒一样 虽然他收视破了纪律 2.2% 但是有很多争议 有网友 网云就说 王家慧拍摄 的风格和手法 并非所有观众都喜欢 有谁可以所有观众都喜欢 有人不喜欢 尤其是 王大道的 你知道 以往的 拍摄的 手法 都 有些人都觉得 救病 因为不知道你做什么 然后说 那些歌 那些歌 有这么多手 这么说 三十集 中 这个 这个很搞笑 这个大忌丸 跟这些外媒 不同 中共说 这个是共产党拍出来为了维稳 你究竟说 你究竟说这出剧是反习近平为了维稳 最搞笑的是 用了57首歌这么多 还几乎都是原唱版本 我想问有什么问题 亦是影视 劇歌曲 版权带来 一个新标杆 王家慧究竟花了多少钱 你不可以说浪费 他说为什么浪费 他是认真 他是捨得 肯投入 这样有错 哎呀 这样也有错 也说 他们正是找很多上海人做的 他说上海话 你真是为说而说 这个 说回那首歌 有音乐从业者就说 虽然具体费用不知道 但是花了千万人民币 也说 连这个张学有三十年前的经典歌《偷心》 都在音乐上 再次大家翻听 有什么错 我听不出有什么是不对 你最多说阿宝就学你走正毅 什么炒股 事实上是有这些 其实也证明了中共是你们所说的 这个老公他没有避 他也是说这些事件出来 是啊 他被他审批过了就能看 那首更正大马上来 分享给那首Annie 这个王杰真的是 好听 Annie的那首歌就是 广东话版的歌名 这首歌是很秘密的 他本来就叫Annie的那首歌 其实就是 王杰一个女同学 为什么你坐在一边 原来发现了她是 没有了双脚 后来 他更加是离世了 所以 王杰 不是王毅 王杰 就是为了 纪念她 纪念她 就是作了这首歌 叫Annie 当然这个是策曲 真是棒 你看 她是很认真的 你应该是欣赏的 别人没有想那么多 什么老公 别人就是想着 挺好看的 就看 我们是普通人 你明白吗 当你也配上了保总和汪小姐 真是酷实了 真是酷实了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